早晨各位观众,今天是星期六放假,比平时还要早出门口。 来马国附近的咸鱼街,最近想起这里有茶档很久没来过,特意过来这里吃早餐。 茶档在横行里,叫咸鱼里,如果想来的话,搭一些去马国的巴士就可以来到。 餐牌食物的选择,一张A4纸可以看完,一点都不算少,连混吞牛腩都有得吃。 这里是开一个早上。 夜饮来到了,叫了一杯烟鸳鸯和一杯热奶茶。 这里是用玻璃水杯,所以感觉挺大杯。 食物方面,我们就叫了一碗面和一个包。 我平时都很喜欢吃芝士辣鱼包。 而这里就是圆条辣鱼夹在面包里面。 还要有两条。 所有食物都到齐了,全部都在桌面上,来一张大合照。 在旁边可以看到芝士辣鱼包有多厚。 好似是在吃一个鲨鱼。 猪扒面的猪扒和碗一样大。 很贴心的,剪了几下,方便客人去吃。 这碗我们就选了公仔面底。 其实都有生面或者米粉可以选。 整个茶当都有这些大大把的太阳遮和雨傘遮住。 吃饱早餐,走出来右边是河边新街。 左边就是西环湖景大马路,刚好是一个分界的位置。 今集的行程就由河边新街开始。 好少会这么早和大家去行街街。 时间早的好处就是人少车少,但大部分的店铺都未开。 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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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